我们是从陕西过来的 也是我们那边来到香港旅游的首套旅游专列 我们之前有来过也是自己来玩过 疫情三年的我们都没有来过 现在刚好疫情结束了 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东方蜘蛛 的确大街上的人也多了 各方面的秩序都比较好 街道也都比较整洁 内地来的游客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 然后前两天来的 对这是我第一次来香港 来香港以后就感觉 首先气候上是比较舒服的 没有很晒也没有很热 最开始是从课本上的这种感觉 比如说我们的维多利亚港 或者是购物天堂 这种比较简短的了解 然后这次来就是来亲身体验一下香港的氛围 感觉这边的人群也比较丰富 然后比较多样化很包容 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快乐生活这样子 从台北来的来旅游 疫情之后旅客现在多了很多 现在很热闹 就各地走一走 吃吃美食 香港美食 现在有旅客多了 尤其内陆的旅游团 现在很多 也带动了经济商机 我们来旅游了呀 我们是从陕西省仙市到香港来了 社会秩序都很好 然后生活水准也都很高 上午去了那个黄大仙庙 太平山 紫荆花 广场 还有潜水湾 然后下午呢 就来到了维多利亚港 我们是第一次来嘛 就是一直还挺向往 尤其回归以后 我们挺想到这来看一眼 我是从广东深圳过来的 疫情过后 第一次过来香港这一边 心里很激动 很期待的感觉 疫情前后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我们通关可能会更容易一些了 来到这边的话呢 也感受到了这个当地的人也比较热情 然后刚刚我们还在前面 让几位小哥哥呢 一起帮拍了很多张照片 也希望呢 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过来 然后一起去香港玩上 I'm from Scotland very busy many many people very popular so many tourists I think maybe this place with the cable car yeah Oh it can be nice can be you know you'll see you get beautiful view you get beautiful view you get beautiful view